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像是变得越来越帅了 但是你这个思维啊 一直都还停着在这个 送点礼物怎么样 真的是 我有一个朋友 为了她这个的女朋友 精心准备了半个月的礼物 我觉得就是需要点仪式感 才会让生活充满很多的情绪 仪式感是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工作同样也非常重要 就像我们演艺圈当中的演员和艺人们 他们就在工作当中度过了七夕佳节 齐齐是牛郎之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 女孩子都会希望有一个 如道明寺一般霸气温暖的男朋友 陪在身边共度佳节 节目在上周七夕节当天 新流星花园四位男主演 王赫蒂 关红 梁靖康 吴希泽 一同亮相上海出席某品牌活动 与现场影迷来了一场甜蜜邂逅 男一号道明寺实验者王赫蒂 也是借此机会表示 现实中的自己并不像角色 道明寺那样霸道 我觉得我跟道明寺像的地方的话 是跟他的幼稚韧性会比较像一点 至于霸道的话 我觉得我没有柠檬味那样霸道 这边王赫蒂坦言没有道明寺霸道 一旁的吴希泽则表示 自己还是和剧中西门这个人物角色 挺相似的 一部分像吧 我平时在思想的时候 还是蛮喜欢看玩笑 蛮逗留的 就可能有些时候和西门 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对于暖男关红而言 在拍《花泽泪想哭就倒立》 这个标志性动作时 自己可真真是下了一番苦功夫 为拍好这样一个镜头 关红一场戏拍了三天 因为我倒立的时候 我脸部特别容易冲写 然后画面没有那么优秀 但是它是那么重要的一场戏 所以我就会想要把它拍好 然后我们总共分了三天拍 因为就是一直想要重拍 重拍重拍 想要拍到一个 我们比较理想的一个画面 所以光这件事情 就让我真的很想到你 七夕是一个甜蜜的日子 不妨趁着七夕把爱大声说出来 当天演员乔振宇 现身南平出席某品牌活动 这一上来就来了一波 土味情话现场教学 除了分享土味情话 乔振宇自然也不忘为自己 即将上线的新剧宣传造势 希望这部新作品能收获大家的认可 历史的装剧 然后也是集结了国内的 很多众多的优秀的艺术家 然后演员家 现在在吃的后期 我想应该在2019年 就能跟观众们见面 也希望大家到时候 多多关注这部剧 大名皇帝 当烛光晚餐 鲜花美酒已成为老头伎俩 如何才能俘获女友芳心呢 找为为千祥分享的 这招七夕送礼物秘诀 可以寄下来 一些比较负责任的男朋友 比较忙碌 可以比如说到店里来挑选一款 也不用太大 也不用太贵 一款小一点 精致一点 有意义的小的饰品 首饰送给女朋友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心意 各位男性朋友们 你们选到了吗 如果还不知道 选什么样的首饰送给女朋友 那么就来请教一下赵薇吧 我个人非常喜欢耳环 因为我是连比较方的那种女生 有时候戴长一点的耳环 或者水晶闪闪的 会分散人家的注意力 七夕佳节 这爱情的甜味 自然也是弥漫到整个演艺圈 今日当天 暖心奶爸修杰凯中立提 在上海出席某活动 巧的是修杰凯老婆贾经文 当天也在上海 被问及是不是会一起过节时 修杰凯笑称 每天都是七夕节 七夕是一个很值得 男女朋友一起团聚的一个日子 但是因为我们其实还蛮长时间在家里的 所以其实每一天都可以当成七夕来的 一旁的中立提也是一脸甜蜜的透露 自己在七夕节当天一大早就有收到老公的惊喜哦 其实我老公他今天早上给了一个惊喜啊 他今天早上好像九点的时候十点 然后我的助理操门 我说还没到化妆的时间那么早 然后他我开门呢 一大花然后一个礼物是 然后很开心 然后他说完了我回来的时候 我说还没安排 我还是觉得不管是结婚还是情侣 还是要享受过节 然后你们别等什么七夕还是情侣节 我觉得每一天都要安排 惊喜是最好的 柔情似水 假期如梦 忍故雀桥归路 七夕佳节当天 某手表品牌就携手中国探月工程 在西安科技馆举办了一场名为 论月的中国探月科普论坛 杨颖于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 也被称作为嫦娥之父的欧阳自远 一同出席了这场活动 今年5月21日 一颗命名为雀桥的中继卫星发射成功 计划年底发射长二四号 将在人类太空探索道路上 树立属于中国的里程碑 能在传统佳节参加这样一场活动 杨颖表示特别有意义 其实我对于月球也是充满了好奇 算是第一次参加航天科技类的活动 然后其实特别想去体验一下 就是宇航员的那种训练的那种 失重的地方 杨颖对于自己能够在七夕家节 与嫦娥之父学习和交流表示非常荣幸 虽然当天不能与爱人共度七夕 但杨颖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过节 给生活一些仪式感 其实对我来说 过节和不过节都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东西 今天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 对可以见到长河之父 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关于月球的东西 所以就来了 我觉得过年过节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提上还是去过一下吧 对真的这是一个 我一直认为做人得有一点形式感 如果完全不过节吧 就回想起来没什么记忆点 最近杨颖和邓伦朱一龙的新戏 《我的真朋友》在上海热排 杨颖饰演的是一位地产中介 十足的职场参严 这样的角色类型 对杨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新的尝试啊 其实这个角色 是我演过的角色里边 感觉比较活活的一个 因为之前演的那个《创业时代》和《欲望之城》 都是比较成熟 然后高管 就是感觉职位比较高的一种类型的人吧 然后《真朋友》是演一个地产中介 从一开始的初级菜鸟 进阶到资深菜鸟 工作安排满档 在长期的高强度工作状态下 大伙也不免好奇 杨颖是如何平衡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的呢 我理想的生活就是工作完了能回家看看孩子 乐凡天综合报道 上次谷主播回到节目当中呢 是半个月之前了 我记得在节目的那边有聊 你最近在追什么剧 说是《沿喜攻略》 我想问一下最近追的什么样呢 《沿喜攻略》现在到了结尾了 所以说越看越过瘾 很多人也都在讨论这部剧 那随后呢还有一部剧 我相信大家已经讨论起来 就是今天晚上要播出叫《如意传》 因为他们都是讲那个时代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个剧情呢 都是宫斗戏 你知道多少人在期待着这部剧 也在比较冷 来说到这呢 我再给你加一部戏 那就是刚刚杀青的 也是讲述 清末明初故事的厌世班之新青年 那这部剧呢 当中有很多的主角 包括易阳千玺啊 黄子涛啊 还有我们的女主角胡平青 听说为了拍摄这部戏 打戏可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优寒跟木村拓栽主演的电影解码游戏 以独特的剧情和演员们的演技 收获了许多观众的认可 其中陈丽龙演唱的同名电影主题曲 《解码游戏》一经播出 也收获了歌迷们的广泛关注 这次陈丽龙只涉猎影视剧作品的音乐部分 下次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作为一名演员参与剧目的制作呢 天日陈丽龙 胡平青等艺人 现身上海出席某活动 在活动现场陈丽龙就为大家解答了这个疑问 后面的工作安排 有安排音乐的部分 然后还有后面可能戏剧的东西 慢慢会曝光让大家知道这样子 其实是比较多元化的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会多一些 然后学的更多东西 然后让大家更喜欢 一直也在挑战多元化演技的胡平青 在刚刚结束拍摄的电视剧 《厌世凡之新青年》中 饰演一位敢爱敢恨 物意高超的皇族哥哥 在当天活动现场 胡平青就与影迷们一同分享了 拍摄趣事以及拍摄打戏的感受 因为这个角色就是他的打戏非常的多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会比较担心的说 是体力方面能不能撑得下来 但是到最后就是有这个五指 就帮我们训练嘛 最后打得多了也自然而然就是觉得 还是挺轻松的挺可以扛得下来 除了大量的打戏外 胡平青和另外两位男主演黄子桃 以及易阳千玺合作也让影迷们十分期待 不知道胡平青与两位主演合作感受如何呢 涛涛就是非常的这个性格很外向嘛 非常热情的一个这个男生 跟他合作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很开心 就是每天在片场都是一个很愉悦的氛围 那像千玺的话 非常的有着跟他年龄就是 跟年龄不太相符合的这个成熟跟稳重吧 然后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认真的一个 这么一个就是艺人了 今日歌手李文受邀出席在上海举办的 以谢妍申为主题的分享会 现场李文不仅于观众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 更是传授大家保持积极心态和正能量的独家秘诀 明年李文就出道25周年了 不知道届时会不会有什么特别惊喜给歌迷呢 其实我会希望写一本书 那这个书就是跟我们家人有关的 我只希望就是把所有的真实 都可以写在这个书里面 也说不定这本书可以做什么面子 因为真的有好多 就是好像戏一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在这里 其实演员王凯在北京出席某医疗记录节目开播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王凯以演艺圈慈善爱心代表的身份 受邀担任了生命与医学健康传播大使 未来他将进一步通过自己的切身行动和影响力 来传达健康的生活方式 自出道以来汪凯除了努力追求演技上的进步 还一直热心各类公益事业 多次参与医疗公益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他也呼吁大家 阶级参与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中来 献血这件事情其实是 每个人都可以力所能及去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也想通过 就是我自己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来呼吁大家 带动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对我们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事情 广告之后欢迎回答 好吃要给力 布里海带点心面 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金玉晨 大家好我是顾翔 不久前呢 我是走到了电影院去看了一部 非常惊险刺激的影片 名字就叫做锯齿沙 你敢去看这样的影片吗 我第一呢是没有时间 第二呢对这类型的也不感兴趣 那你真是太惨了 我觉得我就要说出来羡慕羡慕 你锯齿沙真的蛮好看的 只有这个英国的动作明星 杰森斯坦森和我们的李冰冰 一起来合演的 所以有机会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再走到 电影院里面去看看这部影片 其实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羡慕 因为每周一 我都等我们乐翻天的这个时段 因为呢可以把最近的这些大片 统统帮你看最精彩的画面 这样一览无一的感觉 更爽呢 一起来看一下 一周电影推荐哪家强 近在娱乐乐翻天院线观影指南 八月过半 眼瞅着开学才记 暑期档也见迎来收官 在本周有几部大片值得一看 首先要来推荐的 就是万众期待的 由漫威出品的超级英雄科幻电影 《女人2 黄蜂女现身》 进美国队长3的故事线之后 斯科特朗迎来了自己 作为超级英雄和孩子父亲的 双重身份 一方面 他在背负着一人职责的同时 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另一方面 二代黄蜂女霍普凡 戴根和汉克皮姆博士 又向他传达了一项 紧迫的新任务 斯科特必须再次穿上战衣 与黄蜂女并肩作战 共同破译来自过去的谜题 蒲语平 你開玩的了 随自正经ken的 新建�波 Lamb 据悉除了互炫的科幻元素之外 《云2》其实还是一部浪漫爱情喜剧片 这也是漫威第一部以爱情主打的电影 所以如今漫威宇宙中极具个人魅力的角色之一 蚁人在第一部收获成功之后推出续作 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在观众经历了《复仇者联盟3》中 所有成员几乎全军覆没的痛苦洗礼之后 来一部轻松愉快的蚁人 向来会是一种很好的调剂 本周第二部推荐的电影则是由 看家为指导甄子丹 陈乔恩等人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大师兄》 电影讲述了由甄子丹饰演的陈霞 是一个退伍特种兵 同时也是一位出书茅庐的教师 他的学生全是品学阶列的边缘青年 陈霞运用非常教学的手法 从家访 投机所号 甚至修补个人的家庭关系 化解每位学生的问题 最终把全班学生收服 而与此同时 他的学校也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 陈霞将于一众师生 合力展开一场校园守护战 阿淑当然记得他 总是不上学 一上学就惹大麻烦 校长雕像上的鼻子就是被他打掉的 现在要准学也不是现在能办到的事情 快走 在我国的动作演员排行榜上 曾子丹绝对算得上是排面人物 他的武术风格多变 自成体系 相比于成龙和李廉杰的武打风格 更加现代 伶俐 从早年的新龙门客栈 黄飞红到中期的英雄导火索杀破狼 再到后来的疑问 曾子丹塑造的硬汉形象 一直都是华语影坛独特的风景线 而这一回抛弃了过往或沉重 或严肃的题材 曾子丹将他的功夫片 融入了校园喜剧的元素 不得不说 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那么不知道这一回 曾子丹的转型是否会成功呢 我们得拭目以待了 电影大师兄 推荐指出三颗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乐饭店 一周院线观影指南的全部内容 占控一周院线电影机会 娱乐饭店的官方微博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话 就有机会获得 布里海台所提供的大礼包一分哦 是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